为什么说中共的信法制度是很荒唐的 首先中共的信法制度 与其他的解决纠纷的这些机制 它是互相独立的 比如说众裁 比如说调解 中共它的党是很多的 但是相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导致这个制度在大部分情况下就形同虚设 比如说你信法 信法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算你信法成功了 后面你要重新继续信法 你又要去法院提出 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信法 这到底是干嘛 这是第一 这个信法制度它表面上 我们去了解中共这个信法制度 它表面上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功能 包括什么社会动员 矛盾调节 两个一堆公务员 发展老百姓的钱 但它效率是极其底下 只要你我周围有一些人 他真的亲密过这种信法 你任何一个 比如说多年前我有一个叔叔 应该是我的堂哥 他的老婆生孩子 违反了这个计划 但是这个是很惨的故事 他真的一胎以后一胎是个女儿 他想再生二胎就生个二字 他的老婆已经怀孕了 大概是已经落七个月了 也是被计划生育的人抓 他的老婆就不胜从楼 好跑跑吗 不胜从楼上跌下来 就掉下来 肥骨折断了 孩子也没了 所以我这个堂哥 把这个事情要申诉 你知道他申诉了多久吗 据我两件 申诉了大概五六年 最终这个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我这个堂哥还算是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 还算是他也不缺钱 就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非常的效率极为底下 而且也帮我也处理不了什么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